如果你想来三亚玩,现在人均1300就能在三亚玩上5天,如果你有出行的打算,那么你一定要看完这篇攻略。 第一天,落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,管家接您入住安排好的海景酒店。 第二天,正式开始游玩,我们选择较近的西岛,买张船票90多块,越往岛上开海水越南,上岛后去沙滩游玩,拍拍美照,去看看400多年历史的小渔村。 想要环岛一圈可以租个电毛驴,20块一小时,简直不要太爽。 第三天,达卡·亚诺达热带雨林公园,这里有玻璃栈道,全场365米,这里还有亚洲最长的雨林高空滑锁,你敢玩吗? 第四天,达卡亚特兰蒂斯水族馆,在酒店的大堂,能看到超大的景观池,这里虽然是免费参观,但给予的震撼却丝毫没有减少。 第一次来水族馆的,记得去看13点15分的人鱼表演,想要玩娱乐项目的,可以去旁边的水世界看看,包你玩到嗨。 第五天,游艇出海,游玩摩托艇,潜水等海上项目,之后就可以根据您的机票时间返程啊。 五天四晚的行程这样安排,玩下来非常轻松,关注我,分享更多旅游攻略。